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即将在明天启程出访美国 白宫称习近平访美将为中美全球合作带来契机 但是不止美国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习近平的出访 到底原因何在 接下来时间请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高慧宇带您来详细解读 各位好 欢迎来到时事点评 我是高慧宇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 两天之后就将启程 去访问美国了 那么全世界都在看 这个非常可能在未来十年 要领导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 他在应对国际问题 特别是最重要的美中关系问题的时候 究竟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基本上外界过去对习副主席的观察 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平静跟沉稳的人 那么至于他在外交上的很多主张 倒是没有机会听他发言 所以这一次他到美国去访问 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天 不过东岸西岸他都要去 我想不只是美国的媒体和中国的媒体 其实世界其他国家的媒体 也在密切注意习近平先生的美国之行 那我们现在就在他即将出发之前看看此行 习副主席在美国跟美国的政界商界 甚至民间的人士接触 究竟他私人希望代表中国了解什么问题 而美国方面借着这一次的重要访问 又希望能够从习副主席的身上 跟他的言语中了解一些什么样的中国未来的动向 第一我们相信这个习副主席任务之一 当然是要去落实 2011年胡锦涛主席在访问美国的时候 跟美国奥巴马总统之间签订的一个中美联合声明 这个联合声明中特别强调了 中国跟美国要在经济文化科技领域要加强合作 而事实上这一年多以来 中美之间无论在科技在经济在学术 在教育的领域有非常多的交换跟各种研讨会 那么最新的一桩事情就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亲自宣布了 未来对于中国的民众要申请去美国的非移民签证 也就是所谓的观光签证或者学习的签证 或者商务签证要大幅的放宽限制 所以未来中国的人民除非你要移民 否则去美国的签证就变得方便很多 对美国来讲也是要大赚中国人观光财的一个好机会 那么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当然习近平先生也急着要向 国际间证明 那么今年十月呢 中共的十八大呢 眼看着他就是胡锦涛总书记的接班人了 那明年三月两会召开 他紧接着变成中国国家的主席 那么这个机会呢 他向全世界可以证明 他未来是一个可以领导 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 并且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样一个强国的一个领导人 而且对于应付中美复杂又重要的关系呢 他也呢 成竹在胸 那么第三个呢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美国风格大选年呢 一定会打中国牌 无论是总统候选人或者是议员候选人呢 都会要对中国跟美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 或者人民并汇率的问题呢 提出制裁的方案 那么习副主席这次去呢 想了解一下你们究竟是搞真的还是假的 你们是为了硬核选民拿选票才来打中国牌呢 还是未来你们真的这样做 而且很可能呢 他在美国那几天啊 美国的共和党正在办初选 也许共和党的几个候选人呢 会对反华言论呢 有一点收敛 因为呢 来者是克以克为尊的 你不能当着客人的面呢 还要去骂他的国家 各位都知道 去年美国副总统拜登啊 首先访问了中国跟习副主席之间 建立了非常好的私人关系 因为我看到很多媒体都分析说呢 这个习副主席跟拜登啊 在短短的三四天访问中间 数度会面 而且还陪着拜登到了四川去参访 这在过去啊 接待一个国家的副总统来说 是很不寻常的举动 也可见呢 习近平副主席跟拜登副总统之间呢 已经有了默契 就是未来我们可能要继续相处很多年 先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啊 那么这个美国呢 当然急于见到习近平先生 也有太多太多理由 第一个美国最近这几年一再声称 美国呢结束了伊拉克跟阿富汗的战争以后 要重新回到亚太地区 那么他要跟习副主席解释说 外面人都说 美国回到亚太是为了来对抗中共 那美国可不可以说服这个习副主席 我们回到亚太呢 是为了亚太地区大家共同的福祉 而不是呢来抵抗中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对于南中国海的问题 最近南中国海 大家都跳出来宣称有南中国海的主权 那么美国呢 也希望呢南中国海呢 能变成一个国际水域 所有的争议都放到国际的 这个谈判桌上来谈判 这跟中国的立场是刚好相反的 那么南中国海的问题呢 中美也得好好交换意见 第三个 朝鲜刚刚换了新的领导人 年轻的领导人 未来最近 未来究竟会有什么冒险的行动 我想呢 美国也急于 中国也急于从美国内了解 美国也急于了解 中国对六方会谈 究竟能不能够恢复的这个可能性 当然伊朗 这个最近接受了西方世界强大的制裁 那么石油禁运是中国非常关心的 那美国当然希望中国跟西方世界站在一道 来对伊朗进行石油禁运 那么眼前最急迫的问题是叙利亚的内战的问题 美国当然希望中国在联合国虽然投下了否决权 但是未来是不是能够为了叙利亚的和平呢 能够跟美国一道啊 用双方同意的方式早日结束叙利亚的内战 最后商界人士一定会跟习副主席说 人民币的币值还是低估了 你们卖到美国的东西太多了 因此呢 商界也有很多问题 要来请教这个习副主席 不过呢 在习副主席启程之前 新加坡的外交部长 刚刚结束美国的访问 那么这位印度裔的外交部长呢 叫做尚穆根 那么他倒是呢 在演讲中公开呼吁美国 不要跟中国在亚洲呢 来搞所谓的零和游戏啊 他说这个啊 即使今年是大选年 美国也不应该啊 以打中国牌 或者打出反华的言论呢 来话重取宠的 在取悦选民 另外呢 他觉得美国在亚洲 如果要围堵中国的话 这是不能成功的 中美两国在亚太 只能建立合作 而不对立的一种关系 双方才能获利 他说呢 亚太地区够大了 大到可以让中美两国 都在这里获得利益 所以不必去玩 一种零和的游戏 那他的演讲呢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跟主管亚太事务的 助理国务卿坎贝尔 都听进去了 也告诉记者说 是的 我们听进去了 我们美国的确应该在 应对中国的时候呢 言辞谨慎 而且他们两个都表示 任何亚洲国家 都希望美国和中国 能够建立良好的关系 美国在区内的任何战略 都是基于这个共识 我们不会呢 以中国为唯一对抗的对象 也不会玩零和游戏 那我们就看看 这次习副主席到达美国以后 跟这些重要美国政界领导人 见面以后 他得到了印象 是不是如美国国务院的 这些高官所讲的一样了 这是今天的时事点评 谢谢您的收看 好的 谢谢高卉宇 再详细解读